华盛顿消息 总统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新的2亿7500万美元军事援助 包括用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火箭炮弹 汉马军用车辆和发电机等 使美国自俄罗斯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 向基辅当局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增至大约193亿美元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吴百娜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从伊朗获取更多武器 包括几百枚弹道导弹 作为回报 莫斯科向德黑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技术支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 华府非常关注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不断深化和蓬勃发展的国防伙伴关系 伊朗上月承认曾经在俄乌战事前 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俄罗斯就否认以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华盛顿消息 美国财政部以非法捕鱼引发的侵犯人权行为为由 制裁两名中国公民给予他们有关的时间公司 包括大连远洋渔业公司 以及在美国纳斯达克上福的平坦海洋实业公司 官员举例 有大连远洋渔业公司的船员连续13个月没有停靠港口 平均每日工作18个小时 要靠过期的食物 喝不干净的水为生 最终5名船员死亡 其中3人的尸体被抛入大海 公司其他船队也出现类似情况 存在船员预袭 营养不良 过劳和被客扣工资等问题 至于平坦海洋实业的子公司 涉嫌在印尼 东地问何恶瓜多尔 从事非法捕鱼及其他违法活动 圣达非消息 新墨西哥州昨天8日 就核份量处理许可问题 向联邦政府提议新条件 要求对方在新墨西哥州处理核份量时 对仍需清理的核份量进行全面核算 如果国会推动法案 扩大新墨西哥州需要接受的核份量类型 该州会随即吊销许可证 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与一众州议员呼吁联邦政府 不要将不等高放射性的核废料运往新墨西哥 也不要只是优先考虑其他州份的核废料处理 新墨西哥州环境部长肯尼表示 新墨西哥州提出的条件不仅是个愿望 更是让联邦政府负责的框架 新墨西哥州的废物隔离试验工厂 目前是美国进行核废料处理的主要工厂 该工厂目前允许接收美国核武器计划产生的超油废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